内地一年三日的端午节假期展开 铁路部门预计假期第一日发送旅客1,200万人次 多地都举行龙洲竞渡等节兴活动 龙洲巡游是贵州施丙縣端午节活动重头戏 两千多人合力抬起长近100米龙洲巡游 沿途有大批民众围观 一手龙洲由旧龙洲加工 在2016年打破了最长目龙洲的建历市世界纪录 龙角写有风调雨顺国泰文安的字样 六架吊臂车将龙洲吊起下水之后 龙洲赛正式展开 在广西河池龙洲赛奉激烈 适逢今年是农历牛年 胜出的队伍会赢得一只牛作为奖品 在浙江湖州节日气氛同样浓厚 一年三日端午节假期 不少市民选择跨省外游 铁路部门预计 假期第一日发送1,200万人次旅客 因应广东省持续出现本土个案 政府宣布全省中高风险地区 在端午期间暂停举办各类大型活动 也不可以进行农周材 好